记住了吗 如果直线与平面外一条直线 平行与平面内一条直线 那么直线与平面平衡 注意 在这个地方这个定义性子判定 我们最多用的是判定 然后是性子 但是你知道吗 最悲剧的事情是什么 大家都会用判定 但是写不对 判定是什么 所以是要写三句话才缺一个结论的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这边有一个图 对了 L 然后呢 这里面有一条A 你要说三句话 你才能说这个线跟这个面平行 第一句话 L 平行于A 第二句话呢 A 属于α L 不属于α 所以L平行于α 同学们 我们在高考月券当中 或者各种考试的月券当中 这个地方在三句话 你少说一句我们扣你一分 你少说两句还是扣你一分 但是你三句少说我们就直接给你零分 满分一分是吗 满分怎么会一分呢 这个证明四条得五分 所以这个地方 咱们一定最容易漏的是哪句话 知道吗 然后不是 然后不属于 然后不属于 对了 这是最容易遗漏的 遗漏 三点说 最容易忽视的是吧 哈哈哈 跟遗漏是一个意思的是吧 啊 最容易忽视的是这条 所以你在写的时候 你一定注意了 这是一个三合一 是吧 有第一句话 有第二句话 有第三句话 才能出结论 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好 没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讲义 讲义打开 直接看一下义三 义三那个题难度很大 读题关键 平行与平面α 把平行两个都穿出栏 很多人我讲了半天不明白 然后往回推一点一点刀 最后问我 这个AB为什么平行与平面α 我说这已知是吧 崩溃 平行与平面α的AB是两条 异面直线 且分别在平面α的两侧 AB属于 AC带属于B 若AC与平面α相交于M B带与平面α交于N 证明AM比MC 等于BN比上带N 这题相当崩溃是吧 这个题呢 在西深的学生诊上 一个原题 我们在做的过程中 是这么样 你看你注意了 我们在判的过程中 非常简单 就是说一个搬脚就有三十个人 我们最多可以判出 我们最多也能 也就能判出十份正确答案来 而我们在判的时候 做的事情非常简单 我只要看那个图 我就决定给你勾 还是给你插着 别大挤 听我妈妈讲 如果你是连MN的 马上一个大插着 有一个学生是吧 连了MN之后呢 写了整整一页 然后说老师 你都没给我看 你就给我打一个大插着 我说好 拿来我再看一下 我看了之后 我说我后悔了 应该给你打两个大插着 是吧 为什么是这么说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图形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两条一面直线 看到了吗 那你这上面有一个A 这上面有一个B 这上面有一个C 这上面有一个对 是吧 你这是M 没问题吧 然后呢 这是N 我什么想 如果你连MN 你连MN是没有错的 连MN会跟AB平行吗 绝不可能 因为如果你连MN 你刚才想的是 MN以AB平行 MN以C带平行 那同平行一直线的二直线 平行了没 平行公里啊 那AB就是平行C带 那还一面吗 不是是吧 这个题要怎么来做呢 这个题 我们只有这样的图 我们才具备判钩的前提 连A带跟他交于P 这一定连A带一定不能交在MN上 同意吗 只有这样画出来的图 我们才有可能跟你打对勾 就是判这个题很简单 如果是这么连的 连出来P不在MN上 这种答案基本上同学已经很清楚了 满分 如果直接连MN的马上零分 听到我的意思了吗 好 再连 PM PN 好 我写最关键的步骤 大家看 AC和A带 是不是相对二直线 确定一个平面没有 确定了 是吧 然后呢 C带是不是平行于我们的平面α呢 对不对 直线平行于平面 过直线的平面 以平面产生了交线 就是PM 那这条直线以交线怎么样 平行 理解 好 因为 C带平行于α 然后呢 面 AC带交α等于PM 所以 C带平行于PM 然后平行线分线段 乘比例定理 所以我们的AM比上MC 等于AP 比上P带 后边呢 我们是不是说AB 平行于什么 α 然后呢 面 AB带 交α等于PN 所以 谁跟谁平行 PN 对了 说得很好 可是我写错了 所以呢 PN怎么样 平行于 平行于 是不是AB 平行线分线段乘比例定理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AP 比上P带 等于谁 PN 比上 带 带 带 同学们 这是圈一 这是圈二 是吧 组合一下 人间大炮出来了吧 变形金刚 行吧 这两个是不是就成立了 所以我们的AM 所以我们的AM 比上MC 等于BN 比上DN 所以呢 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个问题 进入空间以后 整个体系全部发生变化 懂吗 其实我们可以给自己做一个比喻 是吧 我们说我们把一只蚂蚁放在黑板平面上 蚂蚁是不是只能在黑板平面上滑动 因为它属于二维空间 听懂我的意思吗 飞的不算是吧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三维空间 蚂蚁是不是在二维空间 那于是你要打它一下 然后你跑了 然后你看它 它是不是到处找谁打它来着 做过这样的试验吗 拿一个小窝戳蚂蚁 戳完之后蚂蚁到处跑 它干什么 它在找谁打它来着 结果你在这 它根本就找不着你 对吧 它会跑回家去 然后呢 我们认为 人类社会生存在蚂蚁 生存的是三维空间 然后呢 相对论呢 把第四维空间比成时间 对吗 认为三维空间加时间 就构成四维空间 实际上这是人类的想象 因为你在平面里 你永远想不到空间是什么样子的 那于是你在三维空间里 你永远想不到 四维空间是什么样子的 于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外星人的体系 听说过吗 我们认为外星人生活在四维空间 咱们生活在三维空间 然后外星人呢 突然跑出来 啪打你一下 然后他又跑了 你看不见他 听到我的意思了吗 这就是空间 那怎么去找到外星人呢 现在把内体体会儿学好 是吧 学会这种空间的思维方式 但是学好了也未必能找到 反正我没找到 好 就是这样一个 上面呢 我们来推广 我们来介绍几个性质 是吧 大家可以记一下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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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行与 同一平面 的两直线 平行 这句话对还是错 错啊 平行与同一直线的 同一平面的两直线 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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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行公里啊 那不是线 那是线对线是吧 这线对面 没戏是吧 举个反例 就是那个 你看你们很聪明是吧 第二个 平行与 同一直线 对两平面 平行 平行与同一个平面 两个平面是平行的 结果反例 还用把门打开吗 看见了吗 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 交距 我 与黑板平行不平行 我 与那组墙平行不平行 那这个 黑板和墙平行了吗 他们千万别平行 平行丹就掉下去了 这可是七楼 是不是 第三个 我们说平行与 同一平面 的两个平面 平行 平行与同一平面的两个平面平行 这对吗 对 对不对 这是对的是吧 给你三个 怎么也得给个对的 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是吧 好 欢迎线面平行那块呢 那天 有这么一同学 问我这么一题 结果呢 我不会 大家帮我想想 是吧 他说已知 他说已知 直线 A 分别 平行 与 平面 alpha和beta 且 alpha交beta 等于b 然后让我们证明 a平行于b 这在数学上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例题 就是比那个刚才我们讲一上的题还有名 这个题呢 在以前我们判这个作业的过程中发现几乎没有做对的 因为这个题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功效 他把线面平行的定义 性质判定 全用上了 平行与 直线a 与两个平 与两个平面都平行 那么这个a呢 就与两个平面的交线平行 在生活中能不能举出这样的例子来 我们再想它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生活中能不能举出这样的例子来 所以立体几何 先想空间 先想形状 然后再想证明 墙 我与黑板平行 我与墙平行 那于是我就与黑板和墙的交线平行 同意吗 你看我要跟它不平行 那我跟它就得崩溃了 对吧 要么就是楼要塌了 要么就是我要死了 是这意思吗 没想过来吗 我也不能塌了 我也不能死了 好 首先画这个图 哎呀 不行啊 地儿不够啊 跟中国的实际情况一样是吧 土地不够用 我们先画一个图 这个图呢 大家尽量按我的这个来画 因为你要自己去画呢 可能画出来去恶心 是吧 A平行与α 现在要证明了 A与α和β的交线平行 你们想一下这个应该怎么证 过A做一个平面 过A做一个平面 继续 然后根据这个定理可以 根据性质定理 对吧 过A做一条平行与β的平面 然后交α与B 你如果过A做平行β的平面 那这个要求太多 实际上根据我们的训织定理 怎么样 直线平行平面 过直线的平面 任何一个平面 是不是以致平面的交线 与直线是平行的 那于是我这个地方 可以任意做一条 可不可以 好 我们把这个叫做M 可不可以 因为A平行与α 然后呢 所以我们说M就平行与A 继续 然后因为M也平行与β 因为M平行与β吗 M平行与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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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平行与β 应该是这么说的 是吧 好 同学们你想想他说这个对吗 不一定 我们再想想啊 这个同学说的很好 他的思维这么严谨 这一个初二的同学 这是我头一会见的 是吧 当然 有八中那个烧儿班的比他更强 是吧 一会我给你们讲一讲 这是我跟烧儿班发生的一段 你认识今天是今天你们吗 好 看 A 那你们会是八烧的吧 看这儿看这儿 看这儿 这个是不是与他平行 然后呢这个与β是平行 那我在M这条线在β这个平面内吗 在不在 不在吧 那你现在能说他跟他平行吗 能不能说M平行β 能说吗 很难说清楚是吧 很难说清楚就不要说 好 我们怎么想 在这个地方再做一条 这是N 这是N 那于是 看 因为A平行于β 所以什么问题 N平行于A 注意M平行于A N也平行于A N平行于A 所以 写不下写这儿 所以M平行于N M平行于N 马上可以得到一个什么结论 M平行于β M平行于N 这时候你是不是可以说M平行β了 所以M平行于β 同意吗 但是一定要注意 M不属于β N N呢 属于β 这就是刚才我讲的三合一 是吧 所以 这个应该写到上面去 写这儿 对吧 所以M平行于β 然后我们可以得到什么了 所以 M平行于B 所以 M就平行于谁 平行于B 所以呢 A就平行于B 这个题 这个题用到了限制定理 判定定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 没有问题吧 这是这个 有的同学一定在注意 说老师你为什么把这个东西一直不差呢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对比研究 好 这个题听懂了吗 怕掉了 我们一定把线面平行和面面平行一块来讲 因为我一会儿要讲进退 我们来看面面平行 第一 如果 咱们定义两个面平行 仿在我的线面平行来定义一个面面平行 非常好 是吧 如果α交β等于空极 那么呢 α平行于β 第一 我们看它的性质 我们看它的性质 如果两个平面平行 那么 考虑 天火板与地面是不是平行的 请看 这个灯管看见了吗 那与地面平不平行 平行 平行吧 就是说 如果两个平面平行 那么呢 在一个平面内 任一条直线 与另一个平面平行 这两个性质定义 你做一个对比 你会发现谁更强大 是不是他更强大 因为他没有那么苛刻的要求 你只要在一个面内的一条直线 就跟第二个面一定平行 而这个呢 是不是要过这个直线 做这个平面 还得与那个椅子平面 是不是产生交线 没有交线 是不是没戏 好 第三个 判定 判定 判定呢 我们有两条 第一条 如果一个平面内的相交二直线 平行于另一个平面 那么这两个平面平行 一个平面内 相交二直线 与另一个平面 平行 那么 面面平行 后面简写了 一个平面内的相交二直线 与另一个平面平行 这一面的关键字 从语文的角度来研究是哪个 对了 一定是香蕉 同学们 我把这个香蕉改成 不要了 行不行 一个平面的两条直线 另一个平面平行 空间想象举出反例 这时候你首先要构造的是一个反例 是不是两个平面不平行 然后呢 我在这做两条线 与这个平面平行 这个事很容易做到吧 如果我把这个两条直线 香蕉的直线 我把香蕉去掉了 我改成500条 那也没用 也没用 我改成无数条 无数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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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这想是吧 你这个能不能画无数条 是吧 可以 那如果改成任意一条呢 那可以 一个平面内的任意一条直线 都以另一个平面平行 可以 那不就是定性吗 那当然可以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这就是判定A 但是我们一般呢 更多的用的是判定B 一个平面内的相较二直线 平行于 另一个平面内的相较二直线 两个平面平行 如果 一个平面内 相较二直线 平行于 另一个平面 相较二直线 那么写不下了 面平行一面 太神奇了 于是 我们就进入了 进退体系 同学们 可以想 如果我现在要正线平行一面 我应该有几个思路了 如果我要正线平行一面 我现在有几个思路了 我应该有几个思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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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有几个思路了